大家好,我们继续分享《孔子论语》《子汉》第十九节 譬如围山未成一窥,直勿直也 譬如平地虽富一窥,进勿王也 这个字历史不是太久,大概也就是两三千年以前 还谈不到所谓的甲骨文最早祖宗发明字的时候的事 那么这个皮呢,就是指有了这个竹简子,有了书,祖宗传下来文化,道理,宇宙人生的认识的这个感知感悟知识信息 那么有了这样的书籍以后,才出了这么个字 那么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根据这些竹简子上的文化,道理,来进行这个大比方,就是逻辑 其实逻辑,人类都一样,各个民族都有逻辑,都有这种推演 那么用文字来推演,称之为辟,如呢 我们说过嘛,就是假定,有或者没有,和有或没有都一样称之为如 那譬如呢,在这就是说,通过文字,或者说话,打比方来说明一个问题,称之为 比如,就是例如,举例说明,等等吧 就这个意思,通过文字来描述,进行说明 但是就是,其实和真的不一样,因为你是说嘛,和真的行动不一样的 这也是言语上的一种地方 为,我们上一节分享过,叫为,为列嘛,打列,就是做,在那个地方就指着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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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什么 有目的嘛,或者就是说,被,被怎么着 不被,那为列嘛,这个地方,这个为呢 就是说,去建造,那么演变的意思 原来打列算是为嘛,做事嘛 那么,就是做事的意思 那么,这个地方呢,为,为山嘛 嗯,就是,造山 呵呵 就像,比如啊,就像造山一样啊 衰,未成一窥 为我们,上节也说过 就是,植被啊,树,枝叶啊,都很陌生 但是还没结果,那就是,没的意思,布的意思 成呢,就是,这,斧子挂起来,干完了嘛,成了嘛 嗯,就是完了的意思 嗯,盔呢,就是用竹子编的一种容器 主要是用来成什么呢,这种东西呢 就是,这个,运土,啊,运一些垃圾,嗯 嗯,比较粗糙啊 嗯,但是又有结实 所以,竹子呢,最适合这个东西 当然了,好竹子是用来做缩子的,嗯 嗯,做席子的,那这就是说,下脚料啊,变成这种 也能成东西,主要成的就是土啊,这种石头啊 嗯,这种比较粗 嗯,比较这个,那个的一些大 重瓦的,很多的一些垃圾啊,这种 这一类的东西,就是,嗯 没有必要去,啊,把它精,精心的保存,哎 这样的东西运土了就行了,那么就是,溃 那么,溃成一窥就是,嗯,一窥也不能做,哎,这种事 孔子在这就是打了一个比方嘛,哎 指,啊,什么叫指,就是,嗯 脚,嘿嘿,脚在路上停下来了,那就是指了吧,哎 停的意思,物之也,我就停止,哎,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的? 比如为山,未成一窥,指,我指指,就说造山这种事啊,是一点都不能做的,这种事,就是,没,那一,就是,就这一窥,就这一框,你都不能做,那这种事情呢,是要,挺直的,啊,作为人就不能做这种事,叫直,那么,不能做的事,我就停止做,什么意思呢? 造山嘛,哎,山这种事,在人类的眼里头,它不是什么好东西,就阻碍我们出行嘛,阻碍我们去,呃,做事嘛,你又爬又下的,嗯,生活,在这种环境里头呢,大家都不喜欢嘛,所以你,呵呵,就在这个,说,造山这个意思,为山呢,就是,给人家施加障碍,啊,给人家填毒,啊,这种事,是一点都不能做的, 不能做,一框也不能做,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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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你逮中一桌山呢,是多少空,那,就是,那一点点也不能做,因为这种事是不能做的,啊,不能做的事,我是坚决不做的,啊,这就是,所谓,孔子呢,是全了一个,支持,啊,是什么意思,你要懂得去停止,这种事不能做,就像我们今天说,啊,投蒙拐骗,啊,抢,啊,这种事,就像造山一样,啊,一点都不能做的, 啊,和一座山和一个框,那个比,那一点点,一点点,那一点点,啊,嗯,这种事,就是,是属于指的范围,所以,我就不做,那么,孔子呢,那,境界当然很高,他不会去做这种, 因,人不应该做的事,叫值,啊,就是,人不该做的事,他肯定不会去做,啊,那么,后面呢,就反过来讲,譬如,平地,平是指什么呢,就是,走动对走,这个字发明也比较早,就是,周围的田都能流上水,啊,放水进去,啊,所有的田里头都能流上,这个,为什么呢,这就是水,和水一样吗,什么,平,啊,平整, 那水,那水,那都能流到吗,那,这位平,啊,祖宗这个字,就是画了个四方地,啊,每个地里头都灯上点水,哎,这就是平,后来演变了,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平等,啊,和水一样吗,都有吗,都有份,都照顾到吗,啊,平整,动策,啊,把它整平, 那么,这里这个平呢,就是,正平,啊,正平是什么,还把地,地就是天为,上为天,下为地,嘛,就是我们类以生存的之外,脚底下的这块土地,啊,这块土,正是为地,那么,平地,因为平地,这就是好事嘛,人不给调估,地不平吗,走到那儿,摔一跤啊,搬一下啊,你就是,那个水都流到那个地方,其他的庄稼得不到啊,所以这个地要平,我们祖宗 这种地也是要将有平,我生活的地方,也要把它弄平,啊,所以这里是指平,啊,这个整平的意思,这个动词,啊,就像平地一样,干什么像平地,就是平地这种事情,啊,虽富一愧,虽然呢,我,富呢,就是指,啊,啊,容器倒过来为富,啊,就是,啥了啊,就是,啊,容器里从容器里都出来了,容器倒过来了,那就都出来了吧,这里就是说,倒过容器成为富, 富就是倒过来了,就是倒掉了,亏呢,就是一筐,啊,我这,虽然就是要一筐一筐的一做,进,啊,鸟行为进,啊,鸟不会后退,后来有的朋友跟我分享说,啊,哈哈哈哈,这个鱼也不会倒退,我说,那祖宗,他在水,观察的呢,可能那时候不知道吗,但是祖宗观察这个鸟,哎,他只能进,不会退,哎,鸟走为进,哈哈,哎, 现在那么你,已经发展了,过了那个阶段了,你那鱼也可以,画个鱼在水里,他再不会退,那也是进的,那可能要油了,啊,呃,估计这个油子,其实是画了个人,我们祖宗,啊,没画个鱼,哎,那个人一样了,那,多说一点啊,那么这个进呢,就是,啊,是指啊,和指相对,啊,应该做的,这种使大家都受益的事,平地的事, 虽然要一空一空的去做,那不应该一下子都那个呢吗,那这种事是应该做的,啊,这是人就应该做的,所以呢,无王爷,王呢,哈哈,就是实际上呢,就是用斧子砍坏了,王级砍坏了,砍坏了呢,就没了,走了,啊,没有了,啊,叫做王,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我向王,我想,那么去做,我觉得这是我应该, 做的这个意思,啊,那么,呃,说,做行善,啊,帮助人,做平等的事,主持公正公义,啊,那么就相当于平地,啊,路不平有人才骂,那么你主持公平公义,那么这就相当于,啊,平地一样,啊,虽然要一件一件的,一点一点就做,你平地地太多了,你的多少筐啊,和造山是一样的, 那,那,那,不知道多少筐,但是要一筐一筐都做,那,虽然,哦,我都做了一筐呢,因为这种事情是应该做的,我还继续去做,王就说,我继续往前走,啊,继续去做,那么,孔子在这儿就跟我们大家,呃,是全来,就是和佛教说的呢, 嗯,八个字一样,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哎,要直直,在恶的面前,要直到停直,这个人不能做这恶,善呢,嗯,是应该做的,尽,是应该做的,哎,你要往,要,来活着,你这肉身在,就要去做,那么,就从后来演变出来的,关于这些东西, 也确实就是从孔子这个地方的教导,啊,体会出来的一些经验,所谓的,物以恶小而为之,而物以善小而不为,那,你,你,给人家造山添堵的事,一筐也不能做,啊,它是很小,但是不能做,啊,这是直直,那,物以恶小而为之,这就是,也是要直直的意思,那么,物以善小而不为,那么,你不能认为,啊,平地这种事,哎呀,太小了,嗯,不去做,那么,要一筐一筐的, 是做,哎,你一点一点的做,最终成就的是什么,成就的是自己,好,这一节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谢谢大家